再来看到复兴航空无预警解散 新航股价连吞13根跌停 在远航宣布有意重整新航之后 今天新航股价爆量终结连13黑 稍早交通部长赫辰旦也被问到远航重整的相关消息 我们做任何的评论都会让人家误以为对个别公司有评价 恐怕不适当做这个事情 新航今天开盘爆量打开跌停重回议员大关 对远航有意接手仪式交通部没有评论 而媒体报道镇交所说 明年将会提交董事会通过新航终止上市案 依规定时程推算 新航下市日可能会在明年的2月2号 不过因为是否农历封关 所以明年1月24号可能就是新航的最后交易日